我英文名叫Terence 玩Grafitti的時候有個類似筆名叫Uncle 我由2000年開始接觸Grafitti文化 到今時今日 Grafitti對我來說 路走到今天就已經佔據了整個人生 我思想裡面幾乎所有的東西 沒有的話 至少我的職業不是現在 我又未必會去那麼多地方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都想像不到沒有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怎樣 Grafitti好玩的地方 其實真真正正就是 不想跟隨現實中的所有的規則 它是要破壞規則 但是你有一個制度在路 我就是不想聽它 所以為何Grafitti不會有一個 有人寫了一個規則在路 告訴別人這件事是Grafitti 這件事不是Grafitti 我都不想去聽 那怎會畫規則出來呢 我想打破規則 大家都知道紐約是法源地 法源地其實是那群黑人 其實他們為何想要去畫這件事 只不過是他們的文化裡面想表達自己 然後為何會畫火車 因為紐約地鐵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流動的Canvas 它畫完之後 那間地鐵會穿舟過散 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當時 智慧不是很發達的年代 56K可能是 我忘記了是不是 你想接觸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認識到這個圈子的人 你最多是自己摸石過河 自己玩 那個年代是接觸的途徑 都是靠雜誌書籍和書本 那時雜誌一看到關於Grafitti 就自己撕下了 保持起來 不吃幾天飯 然後走去買 終於買到一本東西了 保持住 那時也死刑死刑買了一些書 買了一本書是說紐約的Grafitti 其實很希望可以 有沒有可能做一步 以前水務署有一條很長的行 畫了真的超過20年 就算你外國有人不來 我們都會帶它去那裡畫 我覺得全香港最舊可以 最集中的人畫 已經是這條街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以前我們的聯絡又不發達 網絡方面又不發達 又不流通 你看到這樣花光 你就會覺得 就算你是一個新手 你都會覺得 這個應該安全 除非你認識到人 有人帶 我猜不同人有不同的原因 但一個襯虛 你會覺得這條安全 你會做 你會做 我最熱血來這裡的時候 差不多隔晚過來畫 有段時間 但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這個位置 我第一幅 在這裡畫的第一幅 那時候比較肥膽 找樹遮蓋著 但說了很久 那時候是2000年左右 還是2001年左右 因為在初期練習的時候 都是在後樓梯的地方畫 那些地方又不算街外 也沒有人看到 自己自己撕畫 第一次在街上畫 就是在Excelery那個位置 有很多不同的風格的類型 這裡這一堆 其實只要都是Tag Tag 即是一個簽名 這個一個外線 其實就是Full Up Full Up 即是 單線地把名字畫大一點 這樣就可以佔大一點的位置 這個算是精神 這些就是複雜一點 現在就轉移了位置 去後一點 這裡開始 跟最後一點 正常一幅簡單一點的部分 就是你 可能裡面的Full In 兩三個席 然後再做一點效果 其實快的話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可以做得到 那麼你長時間可以做五六個小時 如果你說Tag 你就可以看清楚 你就做了 那麼做得一部分 很少會走 你走就做不得美 你決定要做的時候 你就就在這裡做 加上一些角色 或者有幾個人一起合作 或者一個人做很大幅的 叫Miro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類型的東西 不是在街上 只是在街上簽名的 就是叫Grafity